再来看到玉里图书馆是为了推动阅读办理乐林桌游活动 必由玉里旧国团承办 除了参观图书馆之外 旧国团也设计了桌游内容 让银瓦族用活药老化的乐林精神 转动大脑玩桌游 玉里图书馆为了推动阅读 让社区民众广为利用 主办乐林桌游活动 玉里旧国团承办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黄夏明理事长带领将近有40多位的会员 当中也有长者来去参观图书馆 另外玉里旧国团则是设计桌游的活动 郭苏兰说玩桌游已经不是年轻人的转力了 透过桌游的多样性也能够让银瓦族跨越年龄限制 用活药老化的乐林精神转动大脑玩桌游 那旅游活动最近也在规划 可是7月8月很热 我们老人家出门的赛道也是很麻烦 所以可能旅游活动我们不给人家挤暑假 最快9月到10月之间 郭苏兰说借由玩桌游互动 除了活化脑部锻炼并且提升认知能力 增进身心健康以及延缓失智 来增加社交机会 增进乐林同期间之间的认识以及互动 又可以透过桌游 轻松认识烟害防治的观念 真是一举数得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